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同样是34岁的依瓜因已经决定退役 依瓜因在河床成名 但当时他加盟黄马时只有19岁 转会费仅1200万欧元 可以用名不见经传来形容 跟两年后以3500万欧元加盟黄马的本泽马相比 依瓜因黯然失色 当时21岁的本泽马在里昂已经拿到了四个法甲冠军 一座联赛金靴和一次赛季最佳球员 但是 依瓜因在本泽马加盟前已经逐渐坐稳黄马 主力前锋位置 他在本泽马加盟后也没有在竞争中处于下风 只能说黄马这两位顶级前锋势均力敌 莫里尼奥一度考虑过让他们踢双前锋 在黄马效力了七个赛季后 依瓜因离开了黄马 弗洛伦蒂诺还是决定留下本泽马 当时阿森那球迷一度以为依瓜因将会加盟自己的球队 没想到依瓜因最后加盟的是纳布勒斯 在纳布勒斯效力时 依瓜因打破了一甲单季进球记录和一甲转会费记录 而在游文效力期间也拿到了三座联赛冠军 虽然说在荣誉层面跟本泽马没法比 但他在不少球迷心目中仍然是世界最佳前锋之一 很可惜 依瓜因在32岁的年纪便离开了五大联赛 加盟贝克汉姆的美直连球队迈阿密国际 在黄马效力时 依瓜因还是一位头发浓密的帅小伙 但到美直连踢球后他索性踢光了头 还留了大胡子 一不小心变成了鲁之身 在阿根廷国家队层面 依瓜因一直被骂是大赛软脚侠 他上一次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 还是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